忘恩负义 这是由密偏仙分享的第259个故事 素材来自知乎分享 下午中的我指的是分享者本人 本人平生心大 很喜欢帮别人忙 觉得对自己而言不过举手之劳 却能帮别人度过难关 何乐不为 我经常会帮别人做做融资计划书 或介绍投资人 或帮刚毕业的大学生介绍个工作什么的 因此人缘口碑都挺好的 在帮别人忙的时候 也曾遇到过几次忘恩负义的 不知道算不算因果报应 一次是一个旅居海外的四五十岁的老技术专家 他做了一个项目 在国外找不到融资 于是求助一个朋友托我帮帮他 我帮他在国内找了个富二代 给他投了一百万美金 谁知道他拿到融资本以后就没再联系我了 也没有一句道谢 介绍人劝他应该给些佣金感谢我 他也没回应 后来偶尔听说他的公司经营不太好 一直不讲气 去年一个朋友机构投过的无人机项目 当时四处分拨 找了两年还没有人肯投资 创始人投入了全部身家 眼看要熬不下去了 准备要穷家荡产 这个机构前妻也投入了不少钱 不甘心血本无归 知道我人缘好 人脉多 来求我帮忙 创始人当着这个机构和我人的面承诺 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当时我们机构不肯投 就另外给介绍了三家机构 只要一千万A轮 其中一家机构直接给了四千万 融资协议达成开始后 创始人就慢慢不联系我 后来融资款到账 他们的投资机构提醒他 应该感谢感谢我 劝了两三次 他才勉强拿了一次电话 也没说谢谢 口气很冷漠 说会托人送礼物给我 后来他托人给我捎来一串 廉价的旅游景点纪念品 我直接让来人带回去了 我本不是冲着他的暴打耳帮忙 他也没必要 怕我要酬劳而故意恶心 后来本地公安部门 要采购一亿的无人机 是我的一个政府基金朋友 负负责把关筛选项目 当时这个人的公司也申请贪运竞标 我帮他们融资四千万这个事 早通过他们的机构在圈内传出去了 负责把关的朋友 自然也知道这个事 说人品不行怎么合作 就取消了他们的竞标资格 一年后 投资他们的这个土豪机构 钱折腾的差不多没了 他们总监一次请吃饭的时候跟我说 这个项目后来一直没拿到订单 钱却花得差不多了 创始人 原本以为这次以后就不需要再融资了 不想业绩惨淡 只出不进 政府合作都没有下文 投资机构也频频施压 今年下半年就又带出来找融资 因为A轮融资临时抬高股值 这一轮股值比上次涨了不少 但产品却没卖出去 拿不出什么业务数据 在投资圈内的口碑 也因为不诚信受到了影响 估计这会比上次更惨 而他们的A轮投资和投资机构 知道他忘恩负义 想再托偶帮忙也不好再开口 渐渐来往少了也就生疏了 很多时候 因果报应更多的是人品决定形式 形式决定习惯 习惯决定命运 自作孽成了习惯 路也就越走越窄 做人为乐也是 未必会跟你直接回报 但人缘越来越好 大家都乐意跟你合作 路也就越走越宽 机会也会更多 木野偏先感言 知温图报是做人的基本品质 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虽看起来是一时得到了好处 或者说自认为减少了自己的损失 却不知道 本该付出的不肯付出 没有感恩的心 又怎么能得到呢 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 其实就是在择损自己的同胞 同时也种下了得不到的因 失在前 得在后 不肯失 自然不能得 为了一点小地 赚紧了一点钱财 却不知道损失的更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